林布兰是荷兰黄金时代巴洛克艺术的代表画家 他敏锐的观察力与纯熟的绘画技巧 将画中人物的神情与姿态处理得唯妙唯效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几幅林布兰快智人口的作品 带大家了解林布兰创作的脉络 并借由画作意识推荐名画何以经典 在17世纪的荷兰 协会、公司常常请艺术家绘制群像画 作为团体成员的记录 就如同现今拍摄团体纪念照一般 画里的人物井然有序地排列站立 而率先画出当时群像画规则框架的 即是1632年 26岁的林布兰的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 林布兰擅长运用明暗法和后涂法 来涂出画作的实感与层次 让画中的杜尔博士与众学员们 成为舞台上的精湛演员 如同打上了聚光灯 仿佛正上演一出经典的场景 画里的杜尔博士 以手术前掀起手臂的肌肉 举起的左手帷幄 说明此处肌肉正是控制手部 屈指动作的位置 学员们神情各异 有些聚精会神地听着博士讲解 有些则将目光投向远方 看着教科书 独特巧妙的画面安排 营造出活泼生动的戏剧张力效果 也使得林布兰以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 一举成名 夜巡是林布兰最知名的作品 她与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维拉斯奎兹的宫女 并列世界三大名画之一 1639年 林布兰受到荷兰阿姆斯特丹 城市民兵队的委托 为之夜巡 历时三年的时间才完成 林布兰费心构思 34位人物的构图与布局 后方诸位队员的动作姿态 与所持的旗帜 火腔 配件 手杖 纷纷指引观看视线 至主要光源之下的核心人物 队长 另外从身着白衣的副队长 身上的影子可以判别 夜巡所画的其实是白天的场景 如果是夜间光源 在月光 火把或烛光的照应下 会有点影的情况 影子不会如此清晰可见 而从白天变成夜晚的原因 也很单纯 只是画上常年累月堆积了城污 以及不断重复叠上品质不佳的 透明保护器所造成 让整个画作随着时间裂化 颜色越来越暗沉 让后人误以为民兵队 正在执行夜巡的任务 画作名称也因此而来 而我们一直以来所看到的夜巡 是一幅不完整的画作 1715年 格兰市政厅人声嘈杂 他们发现夜巡的尺寸太大 无法挂置于两扇门之间的墙上 便擅自将画作的四边 各材料局部已符合墙面 而被材料的部分至今人未寻获 所以成为艺术史上的一宗悬案 2019年 荷兰国家博物馆 尝试重现夜巡的原貌 以荷兰画家卢登斯 名模的完全版夜巡为基础 在运用AI模拟林布兰的笔触 终于在今年 补足了画作遗失的部分 让原本位于队伍中央的队长 位置偏向右方 左下角的区域也更为空旷 让动线更为顺畅 队伍拥有了迎面而来的视觉动态感 林布兰有100多幅自画像 从年轻气盛 中年意气风发 到晚年的潦倒低迷 忠实记录了他戏剧化的生涯历程的心境起伏 而林布兰肖像画常见的光影明暗布局 又称为林布兰光 在现今的电影《摄影人物》中 也常见林布兰光的应用 光源从左上方投射于人物的面容 让侧脸阴影形成S型曲线 眼窝下方出现到三角形的亮部区域 集中于眼部的描绘 借此将人物的情绪 透过细腻的笔触渲染出来 林布兰除了油画 也相当热衷于十颗版画 留下了近400幅作品 他的风景版画作品《三棵大树》 写实描绘出辽远开阔的大自然景致 天空占去了大半个画面 左上角刮叉的平行直线 与云层的骚动 暗示了气候即将奏变 小丘上静蜜助力的三棵大树 与左侧暴风雨前的乌云密布 分庭换礼 林布兰的画作一共失窃了超过80次 是窃贼的热门首选 例如雅各部三世的肖像 从1966年之后 就反复遭窃四次 居于世界名画失窃之冠 而最著名的林布兰画作《窃盗案》 则是1990年3月18日 普世顿的加德纳博物馆 遭两名化妆城警察的窃贼潜入 共倒走11幅画作和两座雕塑 被劫的画作除了林布兰 加利利海的《风暴》等三幅作品之外 还有维梅尔 斗加 马奈的作品 是美国史上价值最高的艺术品失窃案 总值超过五亿美金的所有作品 至今仍下落不明 1634年 苏尔门以及他的妻子卡比特 为纪念他们两人的婚礼 邀请林布兰为他们画了 约两公尺真人大小的肖像画 而为了如实表露 苏尔门与卡比特显赫的贵族身份与名望 夫妻两人身上服饰薄透的断面布料 精致的蕾丝花纹 甚至是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 以及手链的金属光泽 林布兰皆具西迷遗的精细描绘 电影是谁得手林布兰 即记录了苏尔门与卡比特付诸拍卖的过程 这两幅画于1877年 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收藏品之后 就没有再对外展示过 而林布兰所画的肖像画已半生居多 鲜少会画全身的肖像画 也因此更让这两幅画作显得弥足珍贵 而画作将以1.6亿欧元的天价 释出拍卖的消息一出 立刻引起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关注 并迅速进行募款 希望有朝一日 他们可以回归到林布兰的故乡 而罗夫公则为了让苏尔门与卡比特留在法国 吉利兰组 不轻易透露半点风声 两大博物馆一来一往斡旋的画作争夺站 触动两国政府层级的介入 几乎演变成外交危机 林布兰对于艺术的热爱与探索 留下了许多杰出的画作 本次介绍难免会有遗珠之憾 如果你有其他喜欢的林布兰的作品 欢迎底下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